在这个丧尸横行的末世 一个顶级靓载猛踩油门朝大楼冲去 原来和制高点的狙击手疯狂开枪掩护 眼看离目标越来越近 顶级靓载迅速用砖头压在油门上 然后纵身一跃跳下了车子 车子在丧尸群中一路碾压 最终狠狠撞上了大楼 墙壁直接被撞出了一个大缺口 塔拉和达里尔剑木地已经达成 也立刻转身逃离这个地方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那些丧尸处理 丧尸们沿着缺口如同潮水般涌入大楼 没过几分钟 就试堂大楼的一楼就被丧尸占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所有人都没料到 尽管几个副手拼命抵抗 但无数人还是在丧尸的口中丧命 惨叫声和枪声响车整栋大楼 随着丧尸的数量越来越多 所有人只能边站边朝着二楼退去 很快一楼大厅便布满了丧尸 越来越多来不及撤退的人惨死 尤金惊恐地看着下面的场景 下面很多人都是无辜的功能 他从没想过自诩正义的瑞克团 竟做出如此行为 这让他心中燃起了怒火 于是尤金主动找到尼根请英 说自己有突破丧尸围堵的办法 这一次他有十足的把握 尼根听后十分满意 还笑着提醒尤金 等我解决了瑞克给我带来的麻烦 我就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 尤金依旧十分淡定 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没多久 负责监视他们的摩根就发现异常 楼上几个救世军持枪来到窗户处 疯狂地对着楼下的丧尸们开火 他不明白这些家伙到底在搞什么 若继续这样杀下去的话 丧尸没杀完他们就会用光所有的弹药 随着枪声的持续 楼下的丧尸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然而摩根很快就明白了救世军的意图 他们并不是在胡乱射击 而是想让丧尸的尸体堆积成一道障碍 这样一来门口就会腾出一条安全通道 里面的救世军很快就冲了出来 并且朝着狙击手的位置茫盛 摩根好在躲避及时 并没有重弹 他意识到救世军已经成功脱困 赶紧用对讲机让其他少点的人撤离 再待下去只会死路一条 半个小时过后 脱困后的救世军整顿完毕 加文带着一队人马朝着神之国驶去 这一幕恰好被摩根看在眼里 他连忙跟在身后追了上去 那边 瑞克甚至想要彻底消灭尼根的救世军 就必须要找到更多的帮手 于是他孤身一人来到了垃圾帮 简迪斯看到瑞克前来十分困惑 上次的合作自己不仅背后捅了他一刀 还杀了他们不少人 真是不明白这家伙还敢来光顾 瑞克拿出照片举向大家说道 救世军大势已去 我们攻破了他们的哨战 尼根和他的手下被数万丧失围困 现在他们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投降 要么等着被我们灭掉 选择全在他们手里 最终胜利的必定是我们 我来这里是为了给你们一个更好的选择 你们要忘了尼根回到我们这边 我们可以共同建立一个新世界 否则我们就杀了你们 简迪斯是个投机分子 在瑞克的一番威逼加利用下 最终简迪斯同意加入他们的队伍 共同讨伐那狗言惨喘的救世军 半个小时过后 全副武装的垃圾帮跟着瑞克出发 他们浩浩荡荡来到救世堂的外围 所有人下车后 瑞克本想带着他们前去看看救世军的惨样 可刚打开门就发现有些不对劲 他当即是一简迪斯等人原地等待 自己前去查看怎么回事 瑞克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 本该看着就是唐的狙击手竟然死了 见到有人靠近 丧尸立即调转方向 朝瑞克走来 瑞克也掏出了腰间的匕首冲了上去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丧尸们便被他一一解决 瑞克从尸体上拿下对讲机 试图联系摩根和其他狙击手询问情况 可无论他呼叫多少次都毫无回应 瑞克意识到不对劲 捡起狙击枪迅速朝哨塔爬去 上来后他用狙击枪的发背劲 朝救世堂看去 眼前的景象令他心头一颤 只见救世堂大门口全是尸体 丧尸大军也全都补剪了踪影 这突如其来的剧例 让瑞克心中一阵慌烦 他不明白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没有告诉垃圾帮他所看到的情景 而是带着他们来到救世堂的门口 他想亲眼见证救世军是否逃出生天 眼前的景象让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是堆积的痕迹 难不成自己人已经和救世军开战了吗 简迪斯这时提出质疑 这跟瑞克说的完全不一样 也就在这时 突然无数子弹朝他们扫射而来 瑞克迅速找了一块石头躲避 然后大喊着开枪的人在窗户 所有人做好反击的准备 可当他抬头看过去时 这群家伙竟然丢下他逃跑了 那速度简直比兔子跑得还快 就在瑞克不知道该如何逃生的时候 一辆车子突然驶到他面前 来人是卡罗尔和杰瑞 虽然此时也猜到 就是军应该是用什么方法脱困 附近的狙击手也被他们干掉 显然就是军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决定分头行动通知大家做好准备 而在他们来这里的时候 卡尔悄悄地来到树林中 他来这里是找人的 也就是正在击杀丧尸的男孩 那个男孩明显有些紧张 卡尔连忙示意他放轻松 自己没有恶意 其实之前瑞克和卡尔出寻找物资时 遇到过这个男孩 只不过瑞克谨慎开枪吓跑了他 卡尔连忙出身和他打招呼 并且是之前那个人是我的爸爸 他开枪只是鸣枪警告 他并没有瞄准你的意思 或许是因为长时间没有和人接触 男孩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卡尔理解他的警惕 便把手中的食物举给他看 并且一直安抚他不要紧张 经过卡尔的一番解释 男孩终于放下了戒心 走上前捡起食物 然后狼推虎咽地吃了下 卡尔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表示想带他回社区生活 好几十十多人 我认为里面是237人 真的吗? 真的吗? 有点多人 这人的求他们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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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卡尔非常满意 完全符合他们的招募标准 随后两人了解了丧尸的事情 男孩也告知卡尔自己叫西迪克 之所以杀那么多丧尸 是因为他妈妈相信这样能释放他们的灵魂 虽然这样做会活得很艰难 但他还是选择尊敬父母的想法 在回去的路上 他们突然发现三只丧尸正在砍尸一只动物的尸体 因为西迪克之前的话 卡尔提为了西迪克的妈妈 为他们三只丧尸释放灵魂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干掉几只丧尸还是很轻松的 但没多久又出现了几只丧尸 气氛对势紧张下来 卡尔迅速解决了眼前的丧尸后 正想去帮西迪克 却被一只丧尸撞开 接着又被另一只扑倒在地 卡尔拼命支撑 不让丧尸咬到自己 但很快又有一只丧尸向他扑来 这下让他的压力瞬间倍增 西迪克被另一只丧尸困住 根本无法施以援手 就在这千军以法之际 卡尔使出吃奶的力气 终于掏出了手枪 瞬间将压在身上的两只丧尸击毙 这时西迪克这边也结束了战斗 然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刚才真是太惊险了 卡尔却在起身时看向了腹部 西迪克也注意到卡尔有些不太自然 随即询问他怎么了 但卡尔表示自己没事 说完便继续带着西迪克朝社区走去 回到社区后 卡尔让西迪克先躲进外围的下水道内 他得跟父亲谈谈 等父亲同意后 才可以将他带进社区内 安排好西迪克后 卡尔回到家便匆忙来到洗手间 他脱掉身上那血迹斑斑的衣服后 腹部赫然出现一个大咬痕 难怪之前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原来刚才他和丧尸搏斗时已经被咬到